美少女用兴奋痴恨的表情注视着面前的鸟头罗男 他真的好有想知道这个罗男 这个罗男是如何将知名兔驯不成宠物的 殊不知他一见中心那只兔子 早已变成了罗男身边的美少女 其实不久前美少女还是个兔子的机箱物呢 跟着桑勒一起打怪升级往大城市进发 他们也遇到了这片区域的boss挖泥者 战场则是一大片沼泽 在相开的沼泽里 玩家如果没有单脚踏到底 另一只脚是无法脱离沼泽的 是强制步行状态 上来靠敏捷取胜的桑勒被封印的速度 开始思考如何战斗 就在这时 旁着的瓦尼泽瞬间潜入沼泽中 开始急速游过来 好得桑勒及时开技能 用花衣闪避了过去 同时掏出来把致命踩刀 在瓦尼泽中逐沼泽的一瞬间 会到敌注对方张开血盆大口而露出的障恶 只从完美招架近怀而来的相吃反击 桑勒在闪身绕到一旁的时候 顺势地抱在身上打出一击暴击 但技能是有冷却实践的 他没有别的防御手段了 偏偏挖逆者再次冲了上来 眼看着一张深渊巨口将其一口吞下 艾姆罗突然出手射出一剑魔法飞刃 今次的飞刃击中挖逆者后 对方旁着的身躯轰然倒下 看到桑勒默短口袋 这啥呀 教练不想学这个 一向喜欢单数的桑勒 这次体会到有队友是多么爽 尤其是队友的面白还高于你的时候 当然还不能浪费艾姆罗为他争取的机会 立刻找挖逆者跑去 这就是这个跑步速度真的很烦人呢 刚走的抱在身前 对方就起来了 桑勒赶紧举起双刀 释放出螺旋锋刃 接着跳到敌人背上继续追击 一刀扎出一个暴击往上面盘登 最后一跃掉到了挖逆者的下巴上 为艾姆罗能不能来一发大的 艾姆罗偷出木法处 开始增幅永畅给自己加buff 在此期间 桑勒就在挖逆者左右摇摆在下巴上跳舞 终于等到了相持反击冷却结束 立刻着挖逆者的血盆大口中挥出一刀 终于艾姆罗那边也涌唱完毕了 紧接着就释放出威力增幅版的魔法飞刃 往如弯月版的飞刃以机构的速度朝挖逆者而去 被击中的挖逆者旁大神区再次倒下 桑勒和艾姆罗也随之掉进了沼泽里 桑勒大家称赞艾姆罗那招放得好啊 就算是挖逆者估计也命不久矣了吧 结果扭道一看 哪还有挖逆者的踪迹 这是大老玩家桑勒最惊心动魄的一次 他站起来环顾四周 连挖逆者总会露出泥间的背景都没找着 突然间周围开始地动山摇 他的腿像被吸住一样动他不得 艾姆罗听他 那个挖逆者攻击的时候从地面猛窜出来 所以一定得想办法阻止敌人的行动 桑勒就这架艾姆罗拽过来扔了出去 下一秒 他自己被突然出现的挖逆者顶飞到了半空中 不过奇怪的是 血竟然没怎么掉 可这个高度摔下去直接雪条归零了呀 其实这是挖逆者的特殊行动 在HP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霸动 也就是用震动阻止玩家移动 在随机选取一个对象撞飞到空中 单独挑战时 只要伸出爪子的一定会中招 并且会受到基本上一定是HP归零的坠落伤害 因此这个boss被称为单刷克星 这把桑勒是针对一套克星了 好在这次他带着队友艾姆路啊 眼看快要落地 他大脑已经揭示了这个现实 甚至连挣扎都不挣扎了 没想到艾姆路却努力着他跑过来 对他使了一招瞬间转移 桑勒和艾姆路瞬间被移到了挖逆者上方 这下他们俩的坠落 直接被系统叛进去了蛇身攻击 也是强力一击的陨尸头锤 这一头锤 这把挖逆者选了给撞没了 当场散称一波数据 而桑勒再次幸运发作 保留了一点血 腥味得艾姆路激烈下掌 挖逆者讨发完毕 两人继续往城镇进发 快到城镇的时候 桑勒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这么带艾姆路进去 肯定会像上次一样引发躁动 到时候该把这个可爱的小醋子藏哪呢 结果艾姆路又给他了一个惊喜 直接变成了梅少女 一瞬间桑勒产生了一丝错乱感 我应该不是在玩 你人兽娘之类的梅少女 恩恩恩恩恩的奋作吧 花音刚落 没上你去砰的一声变回来鸳鸯 因为顶多只能维持四五分钟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关系在于 他这个鸟头裸男跟谁走在一起 都会引起骚动啊呗 两人就这么继续去了 终于到了最次的城镇 杀的雷马 刚到城门口就被守卫拦住了 被这位恩子不穿衣服呀 而且身上的皱纹也很显眼 一旁变成人形的暗目录 就发挥了自己强烈的忽悠能力 开始跟两个守卫讲桑勒的应用事迹 连路人都忍不住驻足听他的讲故事 终于守卫听不下去 还是放他们进去了 然那些路人 看桑勒的眼神却越发的不对劲 美声的竟然当这个半裸男拉拉扯扯 桑勒刚怎么进城 就被一个女玩家拉住了 其实这还要从上次 把两个妹子搭讪说起 两个妹子以为 她不愿意说驯服魔术的方法 就截图上述的论坛为其他玩家了 这个碟子很快引发了各方大佬的注意 其中就包括刚刚拦住桑勒的女玩家 她是一个宠外号者 可奈不如这么开的宠物 怎么可能放过 立刻赶了过来 其他大佬玩家注意的是桑勒深深的皱纹 并且扒出来是夜之帝王 卢卡翁留下的印记 而卢卡翁是许多高级玩家 在追踪的特殊魔兽之一 刷新地点太过随机 可遇不可求 现在好不容易预见了 本个对方交手 甚至得了对方认可的玩家 自然得过来找他唠嗑 其中步伐一些 专门追踪模式的大战队 好在桑勒运气好 碰到第一个找上麦来的 只是为了兔子 而他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我发现独特剧情的情报被奚落了 我得赶紧跑路 不然就别的玩家跟我来抢奖励 虽然他好像根本不知道 出发条件到底是啥 在他头脑风暴的时候 一个子发大吉 一刀砍过来分开了几人 这位可只是为了桑勒本人而来的 甚至还交出了桑勒在另一个 愤错的游戏名字 革命骑士桑勒 他自然认出了 这个大姐姐是他的愤座同好 在那个搏斗分座里叫铅笔战士 在相开叫亚瑟潘西拉贡 好家伙你也是C吧